Hello! 旧KWF新的朋友們好 又是我阿Sam 開了健身室 操練的時間是沒有減退的 我都會安排大約兩個小時 每一天都會安排大約兩個小時 大家都知道我是業餘健的運動員 我都需要去On Diet 加上同時我又會去操練 所以我不會因為開了健身室 然後沒有時間去應付我本身的日常生活 如果要回復不夠 其實我每一天都盡量給時間 就是有八個小時 真的沒有也有七個小時睡覺 從三、四年前的習慣 這個生活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我對於回復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壓力方面 其實早起床有一個好處 就是一個 mentor 教我 其實每天早起床我會浪費牙彎 真的十多分鐘 放鬆在這裡 然後就會想怎樣可以再做好一點 可能昨天或未來開始會遇到什麼事 我可能會在起床最放鬆的狀態時 頭腦最清醒時會去想 我接下來怎樣可以做好一點 我今天怎樣可以做好過昨天的事 這個小習慣其實幫了我很多 我今天的訓練模式 其實和以往可能做背部的program有些不同 通常做背部我們會由上以下 最後可能做到背部的訓練 因為怕你會被控制背部 會很累 但今天反過來 我們很辛苦就是由下而上去做 最後就會做一個背部的伺服 充分把背部充滿 我們今天的program就結束了 第一個動作就是我們做let pull down 一開始是warn up 這個let pull down其實主要是 不關於我們下面的事 主要是整個背部 希望可以充分運用 令到整個scabular的肩膠骨 充分運動 就會很舒服去做到整個 full range的motion 背部訓練第一個動作 反手的high roll下去 是做12至15下的 所以我會做五組 我會用一些技巧去集中我的下背部 在這個反手的掌握裡面 第一是我拉下來的時候 我不會由頂部拉下來 我開始會拉了一半 去hold著seed的層級 然後全部落下去 在拉的過程中 其實我有一點技巧 就是我的大腿和背部 臀部離開一點 起碼有個momentum幫助我 令到充分在我的下背部 警告 第二個動作我會做Cable Zero 這個我會做12-15下 不過我會做4組 這個Cable Seat Roll 和平時的Seat Roll有什麼不同呢 我不會用Archback 用Lowerback 以及有很多Momentum去做 在過程中看到整個Back是Tiped 會程程 斜75度 然後集中中間和Lowerback的位置 我剛剛說過 我的Program要下而上 所以我也是剛剛在Lowerback 向上中間的位置 應該是最多的 第三個動作 我也是做Roll的動作 這次我會在Hemmer Strength的Seat Roll 做 這次我會做 Both-Hand Roll 這次我會做4組 12-15下 Both-Hand 和Single-Hand 最大的分別 大家可能會很清楚 就是我們下一個Lowerback 今天我整個過程 希望集中中間多一點 所以我是用 Both-Hand 做的 這個動作 和剛剛Cable Roll 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差不多 但會再細節一點 就是我們當作背部分了四格 我只不過剛剛從最底去到3 現在去到2 慢慢向上去 我會留意到 你會看到我設定高了一點 我也是集中中間的背部 這個過程中 我也是不會去Archback 只會令背部分了75度 然後背部分了 然後不會靠Momentum去做一個Roll 補充一點 我這個訓練的方式 其實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我們經常都很靠我們的Momentum 是用腳、Archback 借很多力 整個計劃 你能看到 其實我是很少靠腰借力 真的很充分在背部發力 這個動作 要留意的是 要充分地去Isolation 背部 其實你的Mine Connection 要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剛的動作去做 其實你會集中很多手臂 後膊 甚至是Biceps、Fararms 比你很多力 第四個動作我都是做Sid Row 這次都是在剛剛的Hammer Strength的Machine上做Sid Row 這次的分別不同就是它的Handle 我會做一個橫的闊手 這個動作我都會做四組 這次我會少少少 因為重量大了少少 所以我會做10至12下 橫手我全程都會做一個Full Range 甚至我會把肩甲骨全部打開 充分令到我背部有最強的伸展拉斜的感覺 我把手放在整個背部擴展出來 好處是希望我的闊度和圍度 進一步去另一個級別 第五個動作我會做公會的Sid Row動作 又是Roll 今次的Roll有少少少不同 我會全程用公背 這個動作我又會做四組 12至15下 其實這個過程你會見到好像有點危險 其實我們有少少技巧 去令到很安全 同時令到我們背部的發展會更大 你會留意到其實我全程的Core是固定的 而不是真的我們做一個Round Bag 令到我們Lower Bag受傷的動作 加上我們腳的Step 我們都不會伸直 同時我們會只是Off the Ham Chain 令到我們的Core收縮得最大 去到第六個動作 我們今天最後的動作是會做Barbell的Bat Stention 這個動作我會做四組 有少許分別 我會做十五下 但頭十下我會replace 另外那五下我會用Body Weight 重點是為什麼我去Bat Stention 很多人會覺得Bat Stention只是Lower Bag 其實我是整個背部都可以充運到的 因為我整個Scapular是失敗了 然後再用皮股的法力 整條背線 最後腿 然後再用Lower Bag 所以這個過程裏面 很多人做Bat Stention的時候 就算不要replace 如果我的Body Weight 也會怕腰痛 其實我有少少技巧 是用了腿上線 然後再由上背去發力 令到整個背線是一條直線 然後我再去下去 全程沒有over ascension 和over archback的動作 令到我的腰受惑 以上的分量內容 可以大家值得參考的 更加值得留意的地方 我覺得是從第一個動作 至到第三個動作 集中下背的訓練 那幾個動作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舉個例子 大家都很熟悉 19年的Carsiphasic Olimpia Champion 你會看到它在去年20年 都很厲害地獲得第二次 Carsiphasic Olimpia Champion 你會看到其實 可能有一張照片 你會看到一相比 最大的分別是背部 尤其是Lower Bag的位置 你會看到它的圍度 背部的細節 令到整件事 令到可以說是無懷 沒有人可以去擊敗它 就是因為背部的下部份 或者我給少一點意見 就是很多我現在看到 身手 所有東西一開始都是由上而下去做 或者是很注重寬度 但是當你的背部 跌得很強的時候 因為人有肌肉記憶 其實你要再去下背的法力 其實很難 舉個例子 我們做Carsiphasic Olimpia 如果一開始你的形状 做成就只有外面感覺到 在前腹的位置 那是經常用一肩膀的例子 你要去到中間 再發展得飽滿 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我有一個中過 假設你現在還有一張白紙 我覺得真的建議你可以 找一個教練 又或者認真去探討一下 甚麼是你需要的 希望以上的內容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還有甚麼疑問 可以inbox 我的IG在這裏 如果大家繼續想留意 更多健身資訊 記得追蹤WebGym 好嗎 好 好 好 先 你現在做好夠速的 這樣好不好 先 來 好 拜拜